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也很荣幸 我昨天逛了一圈 整个一个会场就是我一家卖真皮包包 就是说真皮包包这一块 在这个展规上可能说没有很大的竞争 我们已经在国内那么绝 反正不是压力没那么大 这次参赞我们第一就是说 要展示我们最新款的这些原创品牌包包包括这些 然后的话第二来我们也是就是说看一下这边的市场 到底它是把这个消费层次段 是中高还是中低这种 当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包包 属于算是中高工程 其实也有很多款式 出于我们设计师跟榜安师傅的一些结合 中国品牌 是要把中国品牌做出国盟 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去做 不管是昨天会场他有客户各买我们的包包 还是我们客户他要下订单的包包 在这展规上我们都是激发架 客户会说是颜色发动要有产命的 用的是云特工产 包括皮料成功 我们就是每次拿到第一手 所以我们的性价比不非常高 对于店里这一派的 昨天我接触一些顾客 他们还是喜欢这种秀型方式 还是喜欢八款一些的包包 这个八款包包基本上就是被客户给定制了 就是定做了 就是他们也是说会去不要下订单的那种 然后他们也是 他们这边他们包装市场也是一样 就是像这国际大牌的那种路线风格 我们的工艺是完全是可以真实的起 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工艺就是跟大牌工艺就没什么区别 这个包包是一个安法式的包 然后的话 我们的除了成美之类的 都是书老师的真材史料 包括金带都是真皮的东西 客户昨天看到这个包也是非常好的 说回去之后要联系跟我们下人的电脑 他们也是说打自己品牌的做这一款 这个我昨天就是也接受过不少客户 他们其实一看到我们的包 他们自己又名字一文 就知道我们是本机包包 主要的买家还是印尼这边多一些 然后美国的那边 新加坡好像也有部分客户也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是说 反正就是高质量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的话就是说不同国家的 可能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内卷 但在这个东南亚市场的话 说实话我们的包包定位就是中高端了 但我们就是说就是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市场 它都会有中高端 中端 低端 而是在地端一点的 它都会有 因为你一个市场那么大 你就说只要站在自己的一个定位上就可以了 对 就实际的一个底点了 那相伴行业的话 款式分析一定要快 然后价格的话 主要是性价比高的东西 其实大众都会喜欢 然后我们主要是以女包为主 女包的话 像女性同胞们 他们经常换衣服换包子 换包包那是自然很轻快的 所以很大一个趋势他们实在有款式 就是想要一些新颖的款式 因为你一个真皮包包买回去可以用好几年 就是不会坏的那种 你如果是买一个其他的 你背着两下可能就坏了 对 感觉还是一个实用性的 我昨天我们自己军程车这些也发过 然后客户的email也留过 大概也有十到二十个客户 只要留这种email的客户 他都是有意向跟您来订单 也算是忠实的那种批发商或者是经销商 因为我们是工厂 对接的就是停发商 停发商 然后他们也有发过一些 他们需要的款式给我们看 为我们的工作 你们只要是真皮这些包包的话 我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来参长 有些东西并不是说 我参长我一定借多少订单 我只说走出国门 我要了解这些市场 那些其他国家的行情 就说适合哪种风格 这样子的话我如果明年和何年 就可以有所创新的 我们几天 基本上大概两天都会有一个新款出来 我们的更新速度比较快 我们也自己的单口在行 就是不但在自我进步 我们作为参长商 其实就是说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看市场 然后进行的就去市 然后能接定它就更OK 是不是啊 包单最好